大家好,我是Mr.Zo 欢迎你再次回到我的频道之中 今天会继续讲Ice Wim第五集的观后感 喜欢Ice Wim的你,很开心你都会继续留意我的频道以及影片 今天看完之后,我觉得有三个即时的想法 第一就是,哇!除了这个Jeffrey肌肉大爆发之外 Alton和Stanley的演技,在这一集里也有一个大爆发 第二就是,看到整个集数里的摄影师以及配乐的威力 对整个戏的帮助 第三就是,一个好的作品必须有话想说 而看完第五集之后,我也觉得这个剧情的主题开始浮现 先讲一开始的时候 首先,剧情就追溯上一集颁奖让李马荣 以至到让李马荣在一个比赛里获得冠军 之后,Edan就在跟衣室冲身的一幕 我觉得这个摄影师是充满着电影感的处理 那个近镜,以及镜头由下而上拍着冲身的Edan 除了看到Edan的很强的身体之外 也看到Edan的沮丧,失望 那个摄影师在这个镜头的处理是绝对帮到剧情的 接下来,就是跟衣室里Edan以及班长吴啟洋的冲突一幕 我觉得两个人都是演得非常好戏 他们好的地方就是不是用对白去领导整场戏 而是两个人就算没有对白底下 他们互相去对望的时候所建立的那种张力是来得好看 再下去就是Stanley和Alton的一幕 可以见到两个人是很有默契 相辞是有道的 因为一个演员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一种很松弛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以至到可以去演不同的情绪 而这一段戏我觉得Stanley和Alton 都是在一个很松弛的状态下去演的 而再下去的时候就有一场更加激烈的戏 都是关于Stanley和Alton的 不过那一会儿再说 再下去就是很欣赏赵sir 去阻止渔浪冲去游泳的那一幕 赵sir在这个位置 情绪和表现的面部表情的力度 都是合适的 而去到第二节的时候 背景音乐也做得很好 能够襯托到场景里 无论是紧张或者是有趣 又或者是少少懸疑那种的气氛 所以一个好的配乐 是绝对帮到整个剧情的推进的 之后Jeffrey自由式50米比赛 他入水那一幕 就是跳下去水那里 然后有一段是在水里面的 你看到他整段的摄影师都是追得很好 以至到令到观众好有一种代入感 能够好代入到渔浪冲那一刻的情况之中 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是做得透过那个镜头的运用 营造到一种很紧张很紧臭很刺激的感觉 再加上一个镜头就是由Alton 开始掃过去渔浪冲的渔紧水的位置 而也可以反映到Alton那一刻 他猜不到为什么渔浪冲会被自己超前 我觉得这个渔浪冲的那种水里面 镜头的那种运动 也是帮助到整个戏 而饰演阿凡的Martin Wong 我觉得外形讨好之余 表演也是自然的 令人都看得挺舒服 而Alton也有很好的演技 跟Stanley在更衣室那一幕 那个情感是拿捏得很准确 Alton他在那个五十米自由式里面 被渔浪冲所击败 他带着那种的失望 不甘 愤怒 痛苦 自责 内疚 他能够处理得很好 Alton能够将那个情绪表现得恰到好处 不会被人觉得是致连 令人有一种卖惨的感觉 相反是令人觉得他很真诚地去展示自己内心的脆弱 那种对Stanley又爱又恨的那种感觉 令人恋爱 令人看起来很贼心 而他演这一段戏的时候 那个眼康有点水汪汪的那种难过伤心 也都不是刻意地去催泪 所以我觉得Stanley和Alton这一幕 是整套戏里面 即是第五集 演戏里面是做得最好的 而Alton在这个位置 是充分展示到他演技方面的潜质和能力 George和Jeffrey的一幕 即是玩Jeffrey的一幕 都是在整个紧张的第五集里面 带来一些轻松 正如一套电影里面 你是很难枪林弹雨两小时 因为你怎么都会悶 所以一个剧集里面 都是需要由不同的内容上的转变 再下去就是见到Jill Sir 以为Alton不再游泳的时候 希望用自己去顶上 那个是很有喜剧感的 他是很信自己 有能力去做到那件事 也都带到一种喜剧感给观众 令我想起 《妈妈的神奇小子》 即是苏华伟那一套电影 里面杨伟伦也设演一位相残运动员 他也是和其他的演员 有一个很好的喜剧感 如果大家没看过那套电影 都是极力推介大家去看的 如果你问我意见 我觉得在第五集尾的时候 刻意在泳池上加了一些女粉丝 去营造Stanney 受人欢迎男神的那种感觉 即时想起的就是 漫画里的男儿当入樽 像是刘川峰一出场的时候 那些女粉丝就会发癫 但其实未必有需要 第一就是在男校里面 举办这个水运会 有女学生 遲边出现是有点奇怪的 第二就是不需要 Stanney 站出来 已经有一种很涉人的自信 已经够了 不需要刻意地去漫画化 这个点 再下去就是摄影师 你看到Edan 他带着泳镜 不停地去试戴 然后又再 希望能够清晰一点 然后又试戴 反反复复 其实就是呈现 Edan的那种紧张 那种焦虑 而摄影师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 他是将摄影的镜头 代入Edan的第一身的视觉里面 透过那个朦胧的泳镜 再去看泳池 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很好的 所以我自己都挺喜欢这个镜头的运用 反而之后 阿赵sir 再和阿米斯用解画的一段 就着Edan的那种 ad normal behavior 我就觉得 又不是必须的 而我今天其实最想说 就是我看到整个戏 一至十集 现在已经去到第五集 那个主题已经是越来越出了 除了就是说那种青春 勵志 永不放弃的那种精神之外 这集里面 都来得挺强的 就是一个想法 就是为对的事 是要努力去争取的 我觉得这个主题 在第五集里面是很出的 所藉着的人物就是 Mr.Yong 他很希望能够被娱乐冲凉上场 就算冒着去顶撞校长 就算冒着去不听校长话 以至到日后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 他都是为对的事 去努力去做 是不理一切的后果 而赵sir和Mr.Yong 就是一个很强的对比 赵sir的那种就是刻意奉迎 刻意地讨好 以求争取自己最大的利益 相反Mr.Yong 就不是看自己的利益 是看宏观地 那一件事是否对当事人 或者对群体好 所以也令我即时联想到社会一些人 刻意趋嫌附势 逢迎讨好 巴结权贵 以至到能够得到一些 最大的利益的一批人 其实这一套剧集 也是社会上的一个熟影 所以我觉得 编剧在第五集里面 那个主题越来越出 以至到我都觉得这一套 不单是一个单纯的青春励志校园 偶像剧 而是里面真是作品的说话 这个作品是有说话想说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你喜欢 好 再见